泰玛里乡台九县377.6公里处 北上车道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疑似因为驾驶人的精神不济 自撞路边的石头 而后方的机车刹车不急 撞上了租赁小客车 右后座的车门 造成三人受伤 至于车祸意外的影音 还有警方调查当中 从外面中可以看到 一辆轿车速度相当快的 直接冲撞路旁停放的小货车 这是三日凌晨发生在 泰玛里乡台九县385.7公里处 更新民众驾驶租人的小客车 由南往北行驶 行进该路段时疑似机械故障 车辆失控撞上路旁的铁架 及停放路旁的一辆小货车 还有两部自小客车毁损 更新驾驶及王姓乘客 身上则是多处挫伤 本辖台九县385.7公里处 与临时三十分许 发生交通事故 更新男子疑似机械故障 致失控撞击至小货车 并拨及另两部车辆 本交通事故造成两人受伤 详细状况由大午交通小队 调查处理中 大午分局呼吁 上路前请做好车辆保养检查 保持车况良好 确保行车安全 泰玛里分出所远警接获报案 立即到场测绘拍照 并配合消防人员将伤者送医 大午分局也提醒驾驶人 上路前请做好车辆保养检查 保持车况良好 维护行车安全 就讲解泰玛里相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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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